暑假期间很多民众都会出国去玩 可是民众在这名的旅游网站上下定了行程 但没有想到旅费都会完了之后 业者才突然说没有车票而且订不到饭店 所以无法成行 而且还要等两个礼拜才能退费 让民众气得大骂说 原本开新规划的暑假行程全都泡了糖 都确认完告诉我们都确定有了之后去进行付款的动作 那后来我付完款之后 隔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没有房间 25号网络下定行程 业者在电话中要求黄小姐一天之内 将八个人五万三千元的旅费汇款完毕 没有想到隔天下午三点多钱才刚刚送出去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就接到旅游网业者来电告知 因为订不到饭店无法出团 而且退款还要再等两个星期 让他气炸了 当下很傻眼啊 因为我之前就是很担心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就不断的电话的去跟他确认 他都告诉我说没有问题 退款是要7到14天 那等于这中间的过程 我的钱就被卡在那边了 同一时间打开旅游网站订购页面 上面的订单状态还显示全部确认 转账成功 业者没有掌握饭店车票实际状况 就要求消费者付完所有旅费 旅游业者暂时没有回应 但消保官也提醒 民众要是上网订购旅游行程 应该再三和业者确认 饭店车票是不是OK 而且也可以要求先付一半电机